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地多样化 但是工业化社会的饮食和加工食品 使得肠道的好菌整个枯竭 就像干涸的荒漠 大量肉食的结果 又使得肠道的粘性坏菌滋生 肠壁就像泥潭一样不健康 那么你吃了大鱼大肉不消化 然后想买一堆益生菌粉来吃 想把沙漠变丛林 那到底有没有用呢 史丹佛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 找了有代谢疾病的人 每天吃两颗益生菌的胶囊 他们发现免疫力菌群 居然都没有增加 血脂代谢也没有改善 但是同时吃了大量的植物性饮食 这个益生菌的效果就整个出来了 代谢状况就变好了 换句话讲 整天吃大鱼大肉 光想靠吞益生菌粉来帮助消化 是没有用的 那么吃什么才会让肠道好菌菌种 像丛林一样茂密又多样化呢 我们知道 人体不能吸收的膳食纤维 却是肠道里好菌的食物 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发现 吃大量的膳食纤维 肠道原来的好菌的功能会增强 多吃富含益生菌的发酵食物 又可以增加肠道菌种的多样化 所以结论是 不管用什么方法补充益生菌 关键都在你必须多吃膳食纤维 也就是我们说的五谷杂粮 蔬菜水果才有效果 而发酵食物像优格 泡菜 起司 纳豆 有多样化的益生菌 又能提供益生菌胶囊 所没有的蛋白质 氨基酸 和多种维生素 简单地讲 吃素加上发酵食品 你的肠道菌种 就会像丛林一样丰富 整体免疫力得到改善 身体的发炎反应降低 许多慢性病 当然就远离你了 不好意思 我感觉我感觉你不在意 要让我感觉你确定 尤其是 整体兴趣的 让我感觉我感觉你 还想告诉你 要求你 我的肠道 我们 起司 底里